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ACI教育直通车栏目 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经常很难避免一种情绪 那就是非常焦虑 近日 硅谷的一个教母写了一本书 讲的就是如何用新式教养法 Trick教养法 让孩子能够快乐地成长并且非常优异 最重要的是可以减轻掉父母的焦虑 而且让养育孩子成为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到底什么是Trick教养法呢 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今天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郭主任 将为大家详细地分析这个新式的Trick教养法 郭主任你好 Candice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主任这个Trick教养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硅谷教母它到底是怎么样养育他的孩子呢 对 其实在这个北加州有一位高中老师 他用他自己的一个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教出非常 三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女儿 那有多优秀大家都用过YouTube 包括现在我们正在看这个节目 很多的观众也是用YouTube的平台 那你知道YouTube的创始人当然是一个中国人 他这个Engineer他把YouTube做出来 但是现在YouTube的这个影响力是五远佛界 就全世界的人说的这种娱乐教学生活还有沟通 很多的这个资讯全部都存藏 储藏在这个YouTube频道里面 你随时都可以拿出来 而现在这个YouTube的CEO 就是他的首行执行长运营官 他就是这个老师啊 这个Esther这个老师 他交出来他的大女儿 那他的二女儿呢又是个UC San Francisco 就是最好的这个医学院 全美国排名前市民的医学院 他是里面的这个教授 而他是在教这个人类学 还有教这个研究艾滋病毒的这个研究 也相当优秀 也相当聪明 他第三个女儿的话 是一家基因检测公司的 高科技基因检测公司的这个执行长 创办人 然后他这个也是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 那为什么一个高中老师 他能够教授这么这么优秀的孩子呢 他也写了一本书 就叫这个Trick T-R-I-C-K 他是拿一个字母的第一个字 来这个作为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缩写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谈论之后 这个书里面是讲的这个教育观念 跟事实上在我做教育工作 34年这个时间里面 有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ECI南加州学院 强调这个教育的观念 其实不是只有看分数 更重要可能是看人品 看他的态度 看他的观念想法 而常常很多隐性的这些条件呢 就存藏在 储藏是在这些属于叫人格特质里面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书里面一些教育观念 再跟家长做一个对比 就是看看你在教孩子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有一些盲点 是不是有一些误区 是有一些地方 你可能走错了 就是说 你帮孩子做的越多 其实就是越错 为什么 因为你剥夺他了 一个叫学习成长跟体验的过程 所以在后面的话 我们就谈到这个Trick这教书 到底是如何教的 谢谢郭主任的介绍 那这个Trick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Trick这五个字 是T-R-I-C-K 他第一个T是Trust 是信任的意思 那信任呢 第二个R是Respect 是尊重 那I是什么 Independence 叫做独立 第四个的话 就是C collaboration 叫做合作 第五个的话 这K是Kindness 叫仁慈 就是善良 所以他强调的 就是学生要在养大 就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优秀 你需要具备的条件 也会有信任 是要有尊重 是懂得独立 也会合作 也懂得善意 善良 那这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他讲到就是说 我们常常 第一个常常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父母 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教好 是因为你不够信任孩子 那你知道很多父母都很焦虑嘛 在这个时候 又担心COVID-19的病毒 拔心这个失业 物价高涨通膨 这个开学有开学的问题 学校还有枪击案 事实上你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到处在发生 那其实这个时候 因为你可能是 overprotect你的小孩 过度的保护孩子 所以造成了 你对孩子之间的不信任 那当然也是剥夺了 他一个第三个讲 说independence 独立成长的这个机会 那所以他认为说 他的教育观点 也是让孩子在一个 幸福的环境里长大 这幸福环境里 不应该是有很大的压力 就是叫做功课的压力 或者叫人际关系的压力 那这些都会造成他的什么 焦虑 焦虑是一个现在普遍的 叫亚健康 普遍一个大家都有焦虑 很少人找到一个人说 你完全没有一点烦恼 没有一点担心或焦虑吗 你很难很难找到 你再怎么讲说 你是多么充满正能量的人 其实只要一场感冒 一个生病 一个塞车堵塞 一件事情没办好 你总会皱皱眉头 心里就叹一口气 或者是觉得生活没这么容易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说信任的相反 信任也相反不信任 不信任造成原因是什么 焦虑 很多人认为焦虑的相反是什么 以为是安宁 其实焦虑的相反是不信任 是信任 你如果说要避免该焦虑 就是对你的孩子 不要去过度的担心他 你应该相信孩子 有自己处理事情 跟人际关系的基本的能力 但是能力是要靠你引导 把你带出来 所以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强常是因为父母不信任孩子 所以把他所有事情全都做完 怕他不会坐飞机好了 飞机他很多人觉得不会坐 其实很多美国的小孩子 可能在10岁以下 就自己会坐飞机了 这边送上飞机 那边下来有人接自己入关出关 甚至回国内 其实很多小孩子 都可以自己办这件事 可是你要看看 就是说我们在牙裔家庭的孩子 有时候到了要念大学的时候 要去个机场 爸妈如果要出国的话 在机场可能就要哭得泪流满面 像生离死别一样 觉得是要离开了 那这种就是一种焦虑的情形 也是一种不信任的一种反应 就是你将担心他到学校 你不会自己生活 不会跟同学相组 不会跟老师相组 不会交报告 怎么办 那一缺钱就明明打钱给他 就怕他少吃了什么 还要寄一大堆补药 这食物寄过来的 我们讲留学生 那这种情况反映出 都是家长对孩子的极度不信任 你都不行 所以我要把你所有的事情 全部帮你代工带牢 帮你全部完成 结果培养出一个孩子 是叫做 Incapable of doing many things 就是没有能力做很多事情的小孩 那这些对申请大学 做这个大学 在选择学生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常常的 亚裔学生 亚裔家庭的致命的伤害 就在于就说 太多事情都是被父母给做完 做掉了 所以你都没有亲手去做过 这就是第一个在教养孩子 没讲到信任的问题 就是谈到这一点 那我们再来 对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叫是respect 叫尊重 那尊重的时候 事实上是你管孩子的时候 你尊重他的自主权 但是你也要敢提出要求 这个书上呢 这个他有讲出说 你对小孩子可以去demand 就去要求一些事情 而不是说一味着 每件事情都看着你孩子 他喜不喜欢 喜欢了就做这件事情 不喜欢就不做 问题你的孩子的智慧 会没有开展到他去作为一个真正的decision maker 就做决策的人 他很多时候要靠幕僚 他的智囊团 他的advisor 他的consultant 就是顾问幕僚 那就是谁 就是你啊 就是家长啊 或者是老师啊 或者这些在他周围的这些更有经验的人 是provide的这些information know how 就是提供意见 提供一些背景的这个因素 让他来做决定 那常常的话是respect的这件事情来讲 很多孩子是当这件事情对他们有很大的伤害 他今天要打球 他要打篮球 或打高二副球 要踢足球 其实家长就不用管了 你不能讲说你要不要运动打球 那打球我就不准你打篮球 你一定要打排球或者打网球 其实不需要管到这些 那学校里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只要你理解他有兴趣 这件事情没有伤害 在这个前提之上信任他 respect他 对于申请大学 选职业 选工作 其实家长要适度的在隐性的方面提供一些意见 而不是是一位的自主 一位自主通常最多出现家长就是要什么 要孩子当医生 当律师 当工程师 当一个这个企业家 当一个大学的教授教育家 好像你的梦想都很远大 那同孩子观点来讲说 你这么要求我 那你怎么自己不先做到呢 你怎么自己没有变成医生呢 变成律师呢 变成engineer well it depends 因为家长可能在一样 在他自己是teenage的新少年时间 跟这个孩子的grandparents 他的祖父母 外公外婆也是一样闹革命 闹闹逆反 闹情绪 所以呢 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这种斗争 情绪的斗争当中 就把你的这个机会都戳脱了 都错失了 所以说这个respect 这个字其实也蛮值得推敲 就是说 很重要的 这一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管孩子 给他一些充分的自主权 但是同时可以去要求他 这个难的就在第二件 就你能不能去要求你的孩子 按照我这三十几年的经验是 凡是父母可以要求孩子 做到一定的责任 就是他的责任心被带起来 这孩子都比较有成就 比较懂得有自律 这个是我们以后也会在他们 去讲的自律 就是self and discipline 自我要求 自我的纪律 自我的管理 这些是一个成功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所以说 你孩子没有得到这个尊重的教育 他将来要成功 也是相对很难的 好 谢谢郭主任的介绍 其实像这个自律 真的是很多家长都非常想要去了解的问题 因为很多家长不是说不想尊重孩子 不想放手 是一旦放手了 孩子他就自己也放手了 自己就飞起来了 没有办法管了 所以这个自律到底应该怎么培养 对 其实这个在自律 涉及到另外一个下面就讲的叫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 因为有了独立的话 学生才比较会自律 也会懂得尊重 那所谓的独立来讲的话 你是让孩子的话 事实上要说 一个独立的孩子 应该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然后他有创新的精神 他有诗变的精神 哈佛大学的 其中一个学院的校长有讲过 他说大学教育 最后在对这个毕业典礼的毕业生讲 说大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教会你知道谁在说真话 谁在说假话 他原文是who is talking nonsense 谁在讲这些胡说八道的话 就是很多人虽然说知识满满的 可是知识一直都没有transform 转换成一个智慧 wisdom这个过程 所以知识是死的 智慧是活的 知识最后都被AI 被人工智慧取代 你所有花了100年学的这个知识 电脑可能一分钟就把你这100年学的东西 全部都download下来 全部都分析完了 处理完了 所以你100年的功力抵不上电脑一分钟做的事情 那但是智慧呢 涉及到什么 情绪 感情 判断 同理心 电脑 人工智慧 还有机器人还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之所以为人呢 这个说运算的过程 原本原本比不上机器 也不上人工智慧 但是我们在感受一些艺术品产生的 这个强烈的情感 听音乐产生的感动 机器人做不到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说人 现在还是是很很伟大的一点 还是在这里 我们没有真的被这个人工智慧给取代了 所以在讲这independence 独立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前面有提到 爸爸妈喜欢把孩子所有事情全部都做完 秋军旅行呢 帮他衣服选好 鞋子弄好 甚至袜子都配好了 食物里面放什么吃的 几点钟做什么事情 全都管得满满的 那我问你 这孩子 他不是就是你的影子吗 他是你口袋里面一个gadget 这一个小玩意儿就逃出来 你要放哪里就放哪里 他完全没有自主权 没有一个自控权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很多孩子依赖心过重 所以反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在我们看 我们的学生 如果是说成绩不好的学生 通常都有一份很重的一个情节 依赖心太强 你看我们以前的学生有在这个 就住在有钱人的区里面 他五天上课 五天上课有五个老师 五个tutor到他家里来教 他每一门课都一个老师 他如果那天第二天功课考得不好 他答案很简单 他是因为昨天老师没来 功课不会做 所以这是家长亲口告诉我的 他已经依赖成就说 你上课归上课 放了学以后家里要请个家教 那家教没来 今天的功课完全不做 也不会做 也不想做 那所以知道吗 他去读大学的时候 可能要带着十个老师一起去读 陪他去读大学 因为他全都不会做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依赖心太重 那当然在很多东西来讲的话 我想说学生的依赖心常常会造成 他的人格的缺陷不完美 那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日后 他生活上的人际关系会非常严重 所以我认为一个孩子说 有独立心的话 他才能够创作 尤其现在都是一个 虚拟的世界 就是从区块链开始 一直到比特币 一直到人在另外一个 这个叫做metaverse 这个元宇宙 那在这个概念里面 家长可能跟不上 在这里面来讲 如果你没有一个适应力 adaption 就是adapt yourself 到这个新的环境里面 适应进去 那你就会被这个世界上的 很多新的科技 很多的生活方式观念给淘汰 而当你要去理解这些 学校教不教 我告诉你 学校没有在教你这些东西 那是你自己要有独立的精神 自己去探索 自己去研究 自己在你的游戏工作 交友当中 把这块东西放到你的脑子里面 你才能够适应未来的生活 否则你就是被淘汰掉了 所以在这里面来讲的 这个independence反映出来 也是创新的能力 孩子有没有具备创新能力 也决定你将来这条路 走得远不远 这是第三个 是讲到independence这一块 那后面呢 我们还要谈到 collaboration 就是合作 collaborate 这个字 就是合作collaboration 同样的概念 collaboration的话 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等于是说 在一个学生 他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他人际关系 他自我的这种 自我管理 自我的思辨 自我的这种说 有一个说 能量产生 跟人家互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一个学生来讲 没有一个大学 是开在深山里面 一个学校就只有五个人 或十个人 那大家都跟动物 植物来往 不跟人来往 所有的大学 他这个字就是universe university就是universe 就是宇宙的意思了 所以宇宙的意思就无所不包 全部都在里面 所有的人 知识 历史 这个哲学 音乐 精神 体育 医学都在这个universe里面 所以他就叫university 就叫大学 所以这里面来讲很重要 就是跟人之间的这个互动 跟合作很重要 你可以看出一个孩子 能不能进好学校 很多的能力 是反映在他的课外活动 领导力 创造力 想象力 关怀心 这关怀的能力 就在最后一段 就叫kindness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所以这个cooperation 这个妈妈 他就有写这个书上来讲说 一个孩子能够理解别人 跟人家相处 合作能力非常重要 而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看到我们的学生 如果是很有领导力的学生 通常来讲 都很能够倾听 很多人认为沟通 就是我很会说 其实沟通更重要的一环 是很会听 很会听故事 听别人的意见 然后适度的整理回应 所以人家说 我跟你谈得 真谈得来 其实那意思就是 他讲了 你都听明白了 所以他很开心 他觉得你就赌他 结果你最后在讲什么的时候 他也愿意接受 这就是一个win-win case 双赢的局面 所以这collaboration 很重要是在于说 你的沟通技巧 你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一个 我们讲到的是K T-R-I-C-K K就是kindness 你可以想翻译成 善良或仁慈 善意 那这个善意的意思 是来讲的话 就是说一个孩子 你要把你的格局 要放得更高更大 那你知道 人生的目的 当然讲起来有点 好像在喊口号 人生的目的 是你服务他人 这个是你常常小时候 被教育成这样子 说是你要帮助别人 童子均要日行一散 所以都是以服务他人 可是这有前提啊 你拿什么来服务他人 你自己有这个条件 跟能力跟高度吗 如果没有 你只是被他人服务 你只是这里面 是接受别人很多的帮助 而你不能回馈这个社会 回馈这个家庭 或者社区里面的一个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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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物 那不愿意用负面的话 去解释这个情形 因为听了会不舒服 所以你很多时候 你常常就是变 你变成别人的负担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啊 你今天是站在别人的脚上面 不是站到自己的脚跟上 其实很多时候 家长会把孩子 不知不觉培养成一个 你的孩子是社会的负担 但你自己不知道 我们家孩子都很乖 很善良 很懂事 很有爱心 但是reality real world 他做了什么事 没有 没做什么事 他愿意帮助别人 也不愿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kindness 善意 意思说 这个作者有讲说 把一个孩子的格局提高 就是我常常在教育 我们学生来讲 你的眼界必须提高 你的格局气量要提高 你必须有大爱 因为人的所谓小爱 都是存在一个大爱的社会 大爱的环境里面 你有大爱 小爱就容易成长 就容易存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trick这套教养的方式 我认为 虽然我们今天谈的都教育 教育子东车 希望说孩子进的好大学 但是他底层的结构非常重要 这些底层的条件具备了 你在上面再加上你的这种 英文的写作能力 数学的加强 创造科技 或者历史 研究哲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医学 你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能量场先聚集了 所以这个能量聚集以后 你上面的知识再放进来 你就可以整理 可以有效的运用 当然你在念书这件事情来讲 就像南加州学院 我们能够帮这么多学生进到好大学 事实上我们掌握到这个技术环节 是因为从人性上出发 这样这个孩子的话 自我的人格能够觉醒 能够做到一个最好的人以后 你自然会被大学接受了嘛 对吗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讲到的一些 这些教育的理念 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很多家长的 一些教育的观念 因为很多亚裔的家长 包括很多华人的家长 认为最底层的东西 是学术上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英文 数学的基础 还有等等 一些学科的基础 它的上层才是您刚才说的 这些T-R-I-C-K的一些人性上的东西 但是您刚才说 最底层的应该是一些人性上的东西 上层慢慢的往上加 它才会根深蒂固 是不是知凡夜貌 是这个意思 对的 我觉得说在人性 就是一些教育的基础 是在于人性 那人性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是情绪 在我们在下一节的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在谈的东西 也会谈到也都跟情绪有关的 就是说这个人的情绪 怎么去调理 去释放他的压力 那这个人在情绪安定的情况之下 他所有的潜能才会发挥出来 他才能拿到好的学业成绩 所以你常常讲说你要试验情绪的力量 只要这妈妈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在车上莫名其妙的发一顿脾气 随便你骂孩子骂几句话 让他不开心 接下来你看看今天的考试 我跟你达百分之百 今天考试成绩一定掉下来 甚至考得非常的差 今天上课整体表现 就是因为情绪被你干扰了 那反其道而行呢 就是妈妈路在上这个街 送孩子上学的途中 你讲个笑话 让他今天非常愉快 赞美他让他很开心 同样的一个一天的日子 他今天可能考试作业都做得很棒 在学校里面得到老师的表扬称赞 所以来讲说 其实教育的基础在于情绪 这在我们下一集的时候 会再谈到这个观念的 好 非常的期待 有关情绪的这个话题 我也作为一个妈妈 也会谨记您说的 就保持一个好的情绪 才能给这个孩子 给家庭带来更好的情绪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